顯然很多民眾 光是我們的來賓 對金補聰的評價都是不一的 馬英九特別解釋了 他昨天啊 詹森寶書來講 他馬總統告訴他說 他為什麼要選金補聰去當秘書長 馬英九說 金補聰第一個 年輕 有活力 有創意 最重要是什麼 金補聰的執行力非常的強 在黨務法 極其改革急迫的時刻 是非常適合的人選 馬英九特別強調 還有一個點 就是金補聰能夠跟我復補 所以我們就要問 這優點是不是馬英九觀察的 真的都是非常重要 第二個 有的金補聰既然回來幫忙以後 文嘉 這個馬英九就變成不一樣了 資金補聰就會變強嗎 我覺得馬總統會不會因為這樣 完全不一樣 我們還是要繼續觀察 不過我覺得 至少會有一些正面的機率 是可以確定的 那因為一個人 畢竟是人 他生活在他自己那麼久的 所謂生活歷史經驗中 他一定知道誰跟他是互補的 誰跟他是互相排斥的 誰跟他會怎麼 我覺得這個部分 馬總統應該是說出他心裡的話 那我想他不應該只是心裡的話 還要變成是一個 實際可以產生 對我們有幫助的政治作為 我更期待這個 我想那個 我今天問了幾個年輕的學生 我說你們認識金普聰嗎 他說知道啊 他是國民黨裡面比較青春的 我就抓住 對他用青春兩個字 我記得以前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他打過一個口號說 他希望以後的台灣是一個 為青春所有 為青春所致 為青春所想的一個民主共和國 我覺得 金普聰先 如果可以給國民黨 帶來一些青春的曠位 絕對是好事 因為民進黨跟著也不能老化 我有一個觀察 我記得這次總統大選最後的時候 他做一個廣告 是翁茜玉的歌 說讓我們敲什麼希望的鐘啊 什麼快樂幸福留釋放 你看那黑夜中那個天燈軟軟生氣 我用一個我自己做一個行銷管理的專業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好的政治行銷的一個廣告 他不僅是一個廣告 他還深入 行為一種什麼 一種我們的什麼 情緒召喚的符號 他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社會需要希望來療癒 來療癒喔 不是你看什麼喔 他告訴你一個一鐵良方是什麼 我希望未來的金先生 能夠帶領國民黨走向一個科學化 民主化 青春化的一個 一個施政路線 好好放手跟民進黨大幹一場 我期待這個良性的競爭 不過你這個說 和我互補我們這個標題 今天詹春柏有出來講 詹春柏講的意思是說 馬英九是說 金普聰跟詹春柏是互補的 不是跟馬英九互補 但是馬英九沒有講說跟他互補 詹春柏的意思說是 詹春柏金普聰來 你們兩個有互補的 互補的 所以那大家剛剛談的就是說 那金普聰跟馬英九好像也互補嘛 那他這個人厲害 跟很多人都可以互補 可見用金普聰到底對還不對 我覺得馬英九應該負全責 那你看看他今天接受記者採訪 那個態度 我看不出來是以前 一隻什麼驕傲的公雞 我沒看到一隻驕傲的公雞 我看到一隻不怎麼驕傲的孔雀 還沒遇到 還沒遇到 那可見呢 可見人態度是可以轉變的 沈裡巡第一次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我看到一隻驕傲的公雞 沈裡巡啊 但是第二次去的時候 他就變成不是一個驕傲的公雞喔 那你怎麼知道金普聰 他永遠是一個驕傲的公雞呢 你對金普聰的了解 這個驕傲的公雞會持續多久 不是我覺得這個馬英九在講的 這句話裡面 什麼金普聰年輕有活力有創意 然後有這個執行力 其實符合這幾個要件的人 人其實不少 還不少 所以但是馬有一句話沒有講出來 我覺得馬英九有一句很重要的話 沒有講出來是說 他對金普聰是完全的信任 我覺得這一點是 他們彼此之間的互信關係 是旁人所難以取代的 而且呢 因為馬英九會很清楚的知道說 今天甚至於他不用開口講任何一句話 他都可以 阿馬就給我解 我想大概金普聰就知道說 馬要幹什麼 那馬要做什麼 然後不只知道 他會很徹底的去執行 馬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所以其實我相信其實金普聰至於馬英九呢 簡單講應該不只是他的手腳而已 甚至於其實是馬英九的頭腦 都可以這樣子講 因為過去我們都可以發現到 在有很多的決策 或者是包括剛剛大家講的 其實不只文宣 其實甚至於馬英九在幾次參選 從兩次的市長 一次的這個主席 黨主席 跟後來的總統大選 很清楚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其實都很了解 每天其實外面拜訪完行程什麼什麼之後 其實真正最重要的 就是那幾個人的核心幕僚會議 在決定所有的選舉的主軸 選舉的主軸包括什麼 如何打這個選戰 還有如何打文宣戰 其實呢 組織戰他們一直認定說 組織戰反正基本工作 就是交給黨部去run就好 所以呢過去 大家可以看到幾次馬英九的選舉 他都不是照過去國民黨傳統的打法 他們都是自己另外拉出一組 然後他們自己在 他們自己在運籌帷幄 所以其實美玉姐剛剛在講的那種 剛剛的整個幾次的選舉過程 某個部分是印證 當時他們的一個操作模式 所以其實呢我覺得 可能我剛剛也提到說 為什麼讓他回來時間提前了 可能馬真的會覺得說 他現在迫切需要一個 能夠真的貫徹他這個使命 或是意志的人 不過我覺得整體來講 我覺得春宮 我覺得我們春宮是真的委屈了 他今天講說他不委屈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委屈了啦 最重要 最重要是玉美跟文家都特別提到 這是國民黨很不一樣的 甚至年輕族群打選戰的方式都不一樣 所以金普通回來以後 是不一樣的國民黨 我講金普通常常有人講 形容他精準很好 我覺得我們這兩天鎖定他說 他是傳播學者 很會搞文宣就看錯了 文宣是末端 真正是他在謀略 他在創造馬英九 邁向總統這條路上 他提供了什麼的謀略 不要忘了 當年選黨主席的時候 我剛重申就是說 馬英九是國民黨的台北市長而已 那時候黨機器在連戰手中 然後那時候 國會議長是王金平 那麼那時候 為什麼馬英九要出來選黨主席 他就是要掌握黨機器 為他這一次2008的總統大選先佈局 那時候黨內反彈也很激烈啊 甚至還有人去請出馬克林 馬爸爸來講說 哎呀我也勸我兒子不要選啊 那時候是誰 金普通認為就是那個時機非選不可 那這樣打下來你看 還真的主席給他拿下來 你說以馬英九他跟金普通 他們共識那麼久 哪一步有走錯 沒有 到2008年他還是拿到那麼高票 那所以馬英九信任他 那是理所當然 就像如果我的董事長跟總經理 有找一個CEO CEO完全可以幫我賺大錢 公司營運得非常好 一定會找他 所以今天來看就是說 包括整個國民黨要轉型 馬英九為什麼 我們要想 馬英九為什麼回鍋來選黨主席 因為國民黨完全沒有辦法讓他掌控 他當了總統之後 你說考試院長提名可以不通過 沈副雄大佬的那個監察院副院長 也可以不通過 派系不甩他 黨內大佬不甩他 黨內大佬扶植自己的黨羽 然後什麼國共平台什麼 我還記得 所以坦白說 除了2012 金埔中一定還有其他的 更高層次的 包括說兩岸什麼的 這我覺得都有他的一個佈局 不要小看這個就是一個秘書長 光是一個同樣的 如果沈醫師那時候的 現在副院長 是金埔中去擦板的話 搞不好就夠了嘛 所以你剛剛講他什麼 有任何的問題對不對 有什麼自戀的問題啊 可是他執行力確實是強的 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這方面我是挺同意美玉所講的 就是他之於馬英九的部分 他的策略成功 不管對文宣的部分 事實上他確實是主要是這個文宣的大將 可是對於國民黨的部分 我們講說國民黨的這個秘書長 他未來他其實就是一個主席的代理人 他要做黨務的改革 他要做選舉 其實面對明年的2010年的五都選舉 我覺得金埔中對於馬英九 當然是有加分的作用 但是接下來對於黨務的工作 說實在這個位置還是一個調和頂奈 那麼你說他人緣不好 剛才也大家講說 誒這十幾年來 大家對他的這個評語 誒也就只有他人緣不好 但是你大家想看 需要一個調和頂奈的工作 放一個人緣不好的人 那他是不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我跟舉例來說 今天有媒體把它講說 嘉義市的這個黨部主委 這個陳正寬 他請辭是因為馬英九 其實是因為金埔中的人士 其實他跟金埔中的人士沒有關係 他有非常複雜的在選後 其實嘉義市長他選贏了 接下來有議長在選舉 他有很多這種地方派系選舉恩怨 那種妹妹嘎嘎 那我想請問這個時候 讓金小刀這樣的人物 他只是就是說 是用衝撞的方式 或者他用霸氣的方式 很強悍的方式 能不能夠去解決 國民黨這些地方派系的恩怨 其實雲林的部分 大家就看到了 其實要不要改革這個雲林 或者地方派系 大部分人都支持 但是你的手段 你的整個過程 你是不是可以更精緻一點 可以是不是更有藝術一點 那為什麼到最後 說實在 我們在選舉 選舉就是用結果來論成敗 那不管你的改革 結果怎麼樣 你在花蓮大叔布崑奇 你在雲林大叔這個 這個民進黨十萬多票 大家就覺得 你沒有改革成功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過程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 明年的選舉 我認為金埔中是有利的 可是對於一些黨務改革也好 地方派系也好 如果說今天說實在 金小刀現在放在這個 怎麼國民黨的秘書長的人事上面 那大家對他的質疑 事實上 他必須要來證明他可以做得到 好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來討論